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孙宁玲 新闻的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在加州新冠城阳性且无症状 现在可以上学工作 加州卫生部门最新更新了COVID-19指南 允许COVID-19检测呈阳性 但没有症状的人重返工作和学校 反映出更宽松的隔离和检测方式 加州卫生部门表示 这些改变是由于疫情的变化 以及由于先前感染疫苗接种 导致社区免疫力水平提高 与前几年相比 COVID-19的影响有所减少 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减少 为2022年9月以来最低 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报告显示 截至1月13日当周 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 减少16000人 为2022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准 一年前的同一周 有20万份失业金申请 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 增加最多的是 纽约州 加州 德州 乔治亚州 和南卡罗莱纳州 降幅最大的是新泽西州 马赛诸塞州 康乃迪克州 爱荷华州 河滨州 全美2023年房屋销量创1995年以来最低记录 根据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 2023年全年二手房销量为409万套 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数字 研究显示房价上涨和融资成本上升 导致2023年全年投资者购物数量减少 另外 去年12月份 二手房销量较11月份下降1% 创下2010年8月以来的最低水准 Home Design召回近58万个 有倒塌受伤风险床架 由于在使用过程中 可能会破裂或倒塌 对消费者造成受伤的危险 Home Design召回在Wefair和Wormat 等网络平台销售的床架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 并联络Home Design免费更换板条和护栏 Home Design正在联系已知的买家 目前已收到128起床架 在使用过程中破裂或倒塌事件 并造成36起受伤报告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